看从一个小混合流氓 就要到当朝独太位 高求太幸运了 我们说这种事情 开国的时候打仗的时候可能出现 等到太平盛世或者是摔球之年的时候 基本不可能 因为阶层都固化了 那你想高求从那个位置上来的 咱这么说 他真正有治理军队的能力吗 肯定不行 说边干边学吧 那不就把朝政弄得乱七八糟了 我说宋徽宗有一点识人不明 这高求是聪明人不讲 可是他没有管军队经验 你让他管八十万进军 这不等于把自个的这个身家性命拖到他身上来 后来我们也知道 让高求给管的 金兵打下开封的时候 所谓八十万进军 跟金兵打仗不堪一击 迅速就被拿下了 你就说北宋这个那么快就灭亡了 其实跟这军军不利 是有直接关系 而且这个还不光是 你不会带兵 你重用能人也无所谓 可是偏偏高求既贤度能 干了不少这类的事 你比方说咱们看过水浒的朋友都知道 首先上任来 先把八十万进军一个教头林冲给连跑 跟林冲本来没什么个人缘 可是高求的干儿子高雅那 看上林冲媳妇了 咱们有个片子叫什么 水浒传之英雄本色 其实我是徐锦江 梁家辉 王祖贤演的 王祖贤演林冲 他老板挺漂亮 高雅内就看上了 看上几番调戏不成 林冲在那一看这还了得 就要教训高雅内 后来忍气吞声忍了 高雅内就没得手 小屁肥啊 小屁肥 你快点把小屁肥还给我 小屁肥还 小屁肥还先 小屁肥 大屁肥肥 林冲 你干嘛放着我的妞啊 她是我的妻子 我听不见 你怎么会有这么漂亮的老婆啊 太受伤了 你简直侮辱你父亲太后的声誉 没得手高一内回来 就跟自个爹打鼓放肚的 高求也不明白怎么事 就要替儿子出妻 就要整林冲 爹 好疼啊 爹林冲刚才在大殿 说你没有学问啊 他说你只为他皇上马屁 才当得上今天这个太胃啊 不许 你说 爹 我好疼啊 我受不了 今天的事是牙内补给 牙内补给 我知道 我不管了 爹 你怎么这样吗 上次林冲放肃三嘴 你恨都不恨 现在又在背后骂你 又把我打成这样 你都不生气 一定要帮我出这口气啊 好了 不许胡闹 有钱 去替我查一查 说听说林冲有一口宝刀 我要看看 你到我府上来吧 林冲也不知实际 带着这把刀 就到了高求府上 太为虎 气象万新 要不是陆冲带路 是会迷路的 啊 啊 林冲 请稍待片刻 我请你通报一声 今天宝刀相会 一定大快人心 有劳陆冲通报 哎 彼此兄弟的 这么客气干什么 哈哈哈哈 从人给他领到 大庆外不让他等着 左等不来 右等不来 林冲就抱这刀 进大庆里 进大庆里 在抬头一看 中场上 挂着那牌匾 吓唤 四个字 白虎解唐 什么是白虎解唐 相当于现在 中央军委的核心司令部 说白了 你这不是一般人能进去的 你私闯这个地方还了得 而且戴口刀干嘛 要刺杀朝廷命官 刺杀本太为不成 三天与队 大人 斩 住手 放了林冲 林冲带刀擅闯白虎堂 国有国法 家有家规 你凭什么要我放了他 你带兵擅闯白虎堂 不怕我在皇上面前 告你一张 怕就不来 来就不怕 谁是谁废 自有国法论处 来人 押接林冲 到开封府 来人 护送林冲前往开封府 高丘就以这个把林冲拿下 然后赐配苍州 那么高丘害梁山好汉 这是单个的 到后来是集体陷害 怎么集体陷害呢 他跟朝廷说 梁山伯宋江领108将 在这闹事 我去评他 结果被梁山好汉设计 给抓上山了 我去评他 远藏了有一天 谁都不回 抓上山宋江呢 说他是投降派也不讲 宋江说 这个有这么个机会 咱们抓住这么大官来 咱别动他 让他做引荐人 咱把他放了 我们忠心不负朝廷 希望朝廷能招安 如果太尉不愿多留几日 明日 宋江就送太尉回京去 此话当真 既然说得出 就能做得到 当然 我们希望高太尉 能做一点有益于梁山的事情 你是能做到的 给高丘吓了 当时就怕上山给他宰了 林冲那边拿刀就好 林教头 大哥 你别管 快来人啊 哥哥 太多绑撞啊 林教头 大哥 你不能杀他 我一定要杀了他 我杀了他 你咬嘴不共戴天 我要杀了他 宋医师啊 这林教头对我有气 我不怪罪他 日后我当面谢罪 不过 赵安大事事关重大 刻不容缓 还是容我早些下山吧 就这么把高丘放了 高丘也答应 说赵安一事 回去高丘 昨天这事呢 挺坏 他跟宋慧宗建议 这样 你呀 可以赵安宋江 让宋江带人打谁 打方浪 那么 以太师之间呢 封了一日不灭 大宋的江山 一日不稳 呃 太师的意思是 顺水推舟 嗯 让圣上将旨 去梁山 赵安宋江 让他们 以道 之道 封 宋江为 平南都总管 征讨正先锋 卢俊义 为兵马副总管 平南副先锋 率 兵马 随 昭讨 张书业南下 征讨 贼寇 方浪 我们是宋江反噬在山东 方浪反噬在浙江 就先在杭州 这边 让宋江打方浪 第一个显得 朝铁信任宋江 第二个呢 让他们两虎相争 以道之道 最好互相都灭了才好 就这么着 宋江无奈 下山了 受招安 然后带着大兵 去打方浪去 就是用尸体 堆出一条路 也要打过乌龙岭 征前方浪 我们说水湖里写 征方浪 损兵折将 梁山坡好汉 折损大湾 所以梁山坡好汉 经过那一次元气大伤 想再恢复当时鼎盛 不可能了 但是不管怎么说 打圣仗回来了 封关的封关 这个封地的封地 高秋很嫉妒 迟坏 先把卢俊逸 从卢州召回来 赐他酒喝 这酒里有脉性毒药 说白了就是水银 这香火什么的 喜奏万岁 武德大夫 楚州安抚史 宋江 以身殉伯 请圣上降召 为其立庙 恭候事 祭祀瞻养 准奏 有时候高秋这么坏 怎么能干这事呢 第一个 收买民心 你看我提议这事的 好像不是我害宋江的 别找我 不是我害他的 我对他好着呢 第二个 他害了这些人 他心里能安吗 说白了 他在疑神疑鬼的 天天做梦都做噩梦 所以立一个庙 给宋江烧香 哎呀别来找我来啊 咱们鬼魂 不要找我所命啊 这是高秋 以求自保 那么有的人说呢 说思埃安写着水虎不好 怎么的呢 只反贪官 不反皇帝 净说高秋啊 通万这些人坏话 那皇帝呢 其实各位有所不知 这思埃安生在封建社会 哪敢随便写笔骂皇上呢 只能取笔 通过说高求他们来影射 这皇上不保 其实大伙不防 仔细琢磨琢磨 昏君和贪官跟奸臣的关系 这个世上如果没有昏君 哪来的贪官 哪来的奸臣呢 所以你要说高求怎么怎么不对 哥在谁呢 还在宋慧宗呢 谢谢大家